中央电视台 本次是鼎赛 这队今年瑞士公开赛的冠军 发挥的非常出色 一路打进了最后的决赛 第一轮他们胜了东大主选手 埃德克克 埃利斯 接着胜了自己的队友 曹剑宇 全一九这一队 接着他们2比0 淘汰了古天杰和陈文宏 在半决赛当中 也是2比0 战胜了印尼的新秀 阿珊和塞布塔诺 韩国的第一双打正在城里 龙大是在半决赛里面 0比2输给了蔡云富爱峰 本场比赛的主裁来自瑞典 发球裁判 来自瑞士 参与富爱峰在2006年 2009年和2010年的世界锦标赛上 三次夺得过男子双打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他们获得了男子双打的银牌 在今年他们获得了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接下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了 首先是蔡云发球 高承轩接发球 小元星挑对角底线 结果球出界 这对韩国的第二双打 他们和正在城里龙大相比 虽然没有里龙大那样的 场上的这种灵气和技术 但是他们的实力其实 攻守的实力可能更强 简单的说就是他们俩更有劲 虽然没有里龙大那么巧 比赛一开始 韩国队明显要比蔡云富爱峰要紧张 他们是头一次出现在世界大赛的 冠军争夺战舞台上 韩国队连续在底线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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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对方挑的是一个压线球 压边线 造成富海峰在困这个判断上比较难 唐光泽这一对选手呢 他可能不会在比赛当中大部分时间 他可能不会在前半场跟你有太多的纠缠 特别是发接发往前这一块 他可能纠缠不会太多 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攻守的实力 抽档的这种能力和对方来周旋 这个球高承炫处理的不是很合理 他这球还是想放半场 但是蔡云在往前一直是看得很紧的 他这球因为不想起高球 给富海峰在后场